大家好 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安装LED的屋顶灯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厚度是非常的薄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怎么装它 很注意的安全是像是有哪些 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 这个旧的灯已经被我拆下去了 现在我们要准备一下这个天花板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把新的灯装上去 首先你要确定这个黑色的线它是火线 白色的线是零线 这个铜线是地线 所以说这个三个线中有电的就会是个黑的线 我们要确定它是不是带电 这有一个电笔 如果它报警了我们现在是有电的 我们就要把这个线路上的这个braker给它断掉 这是电表箱 左边的这线就是braker 控制每一个房间或者某一种电器 它的通电与否 右边这里呢写着每一个数字对应的 它是控制哪一个电器 我们这里呢就是把3号的灯给它关掉 我已经把这个房间的braker断掉了 所以现在黑线上应该没有电了 现在都三个电都三条线都非常安全 可以随便摸了 下一步呢我们要把这个原来的4寸的洞 把它扩到6寸 才能装下我们的6寸的LED的灯 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6寸的whole saw 作为一个模板 来画出这么一个圈 然后把它这个圈打掉 先把这几根电线给它塞回去 然后用这个做个模板 来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 从我这里呢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一个竖着的凉 所以我们要避免在这个地方打这个洞 所以要偏左一些 好了我们就拿锯呢 手动的把这个洞给它锯出来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切个这个dryboard的锯 手动的 可以按这个画的线慢慢的把它切成就可以了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再打一个洞 然后装第二个灯 这个位置已经凉好了 然后画在这里 然后我们用这个whole saw来打 这就不太很多了 我们把电线的头给它准备一下 这样就能连接起来了 先把外面的表皮里给它划开 先把外面的表皮里给它划开 我们把电线的头给它准备一下 然后用这个包线前呢把这个最顶端的大概一厘米左右给它包掉吧 然后用这个包线前呢把这个最顶端的大概一厘米左右给它包掉吧 同线就更薄了 然后我们把线的这一段呢和一个电源盒子连起来就可以了 三个connector对应着这三根线的连接 先把这个knockout给它敲掉 这样线能从外面插到这个盒子里面来 点减少火灾一会儿 看这个盒子的边缘比较锋利 那个 好像有钳子 现在这三根线都插到盒子里面来 我们就需要白线和白线连 黑线和黑线连 然后这根铜线和这个绿色的连 铜线和绿色的线都是D线 拿这个connector给它拧紧就可以了 拧到你不动为止 然后黑线和黑线 黑线都是火线 白线和白线 白线是零线 然后把这三个接口都给它塞回到金属合固 把这个盒子扣好 注意你千万不要把电线给它卡在这个边缘上 然后你把这个盒子放到金属板上边就可以了 这个头就用来接LED灯 接头给它对齐 有方向的对轮的 把它拧紧 把它拧紧 好了 电路已经联好了 现在把它装到这个洞里就可以了 两个聚工厂的卡子竖起来 C回到这个洞里面就可以了 注意这个方向要稍微稍微折扰 对齐 好了 这个就装好了 这边的工作就是一样的 把这个线的这一段也给它准备一下 这一边的现在是这根线是从 电源过来线 这个是从另一个灯过来线 我们这个盒子是电是通往灯的 所以现在要把他们这三组线都连在一起 才能保证两个灯同时被一个开关控制 所以我们要把黑线和黑线都接在一起 白线和白线接在一起 地线和地线接在一起 现在有三组线 所以这个通交比较拥挤一点 再要把它调整 调整吧 把这个接线盒的放回 最后把它上边去 好 现在把breaker上的控制垫的这个breaker给它打开 见证起地的时刻到啦 好 百分之中国 百分之中国 百分之中国